所以皇帝身边的女人凡是那得势的 往往是特有心眼的 你看《真环传》里边 包括孙丽眼那角色 那不就很有心眼了 那么这个倒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古代宫廷斗争当中很残酷的一面 咱们今儿就给大伙说说 历史上在皇身边那些特有心眼的女人 首先给大家说这位呢 是汉成帝的妃子 名气非常大 叫赵飞燕 李白不写吗 借外汉宫水德寺可连飞燕已尽装 这个赵飞燕历史传下的有一句话 叫燕胜还肥 说的什么呢 说杨桂飞啊 四大美人 他胖 唐代的时候呢 从上这长的肥的 还肥杨桂飞叫杨玉桓 还就说他呢 燕瘦是谁呢 就是赵飞燕 这赵飞燕瘦到什么程度呢 可现在话说呀 得说也就是七八十九这样 个人不太高 你想想瘦成这样 那身体是轻盈的很 有人说瘦成这样 皇上还能喜欢他吗 汉成帝能喜欢他吗 有那么一次啊 这赵飞燕跳舞 赵飞燕以往跳舞 身的轻到什么程度 一个太监 拿着城路水的盘子 他就站盘子上能跳舞 就这么行 说皇上一看 看城地一看 你跳舞跳得好 好 给你说什么弄个地方 这宫里头呢 有那么一弯清水 管这个地方叫太叶池 太叶池里头 有个小岛子 可不是一个啊 一般有三个岛子 这叫一池三岛 你注意看 中国北方的皇家园林 都这个格局 好这有一大水泡子 里面有三个小岛 这叫一池三岛 这三岛都有固定名字 方丈 蓬莱 营州 这就是海外三仙岛 据说福禄寿三星啊 就在这三岛住了 这传说 就在这其中一个岛子 营州岛上呢 汉成帝给搭了一个四尺高的台子 让这个赵飞燕的 站台上跳舞 这一跳这好看的 把这人趁那根仙女似的 汉成帝看的直眼禅 正这时候刮了一阵大风 这阵风刮的大 十个人倒有九人精 呼啦啦一刮 你想想 声链还那么小 那么轻 还在高空 本来风就大 一刮风 你好像要被刮走 那能一样吗 所以眼看着 摇摇欲坠就要被刮走 汉成帝着急了 赶紧乐队给我停 别再演奏了 登登登 几步穿上去 一下子抓住 赵飞燕 这刮秀 你可别飞走了 你看 皇上担心他被飞走了 这我的爱飞燕 这要被风吹走了 了得吗 自那以后呢 还专门给这个赵飞燕 盖个楼台 叫七宝避风台 你知道什么 对他多宠爱 这个赵飞燕也很有心 他知道 这皇上宠爱他 你今儿宠我 没有宠我 后天呢 没准 当时他就想 皇上别看我看腻 你看赵飞燕这个心眼多多 他有个办法 他把他妹妹叫赵和德 给弄到宫里 他妹妹长得比他还好看 说那他就不怕 皇上宠他 妹妹不宠他 哎不是 他那么想的 反正这事是我们接俩的事 好商量 这皇上跟我待腻了 跟我妹妹 跟我妹妹腻了 他在看我又心心了 他不会宠幸 别的飞子 所以赵飞燕凭了这招 把自个妹妹弄进来 把汉成帝给迷的 二女共识一夫 迷的母命三道 当然 这结了啊 把皇上迷成这样 是有代价 什么代价 不孕不孕 生不了孩子 为什么呢 他们为了长久 能保持容颜 听信方式术实的话 弄了一种叫香机丸 这玩具说里头有射香 有鹿绒 都是好东西 塞到自个儿肚琴里 干嘛呢 能保证自己的皮肤啊 始终是白嫩如纸 闻着还香 来迷惑皇上 可是他有代价 这个玩要好是好 他有负作用 独肃的顺着肚琴 进入认读二脉 造成这结疗 一辈子不育 那不能生孩子 他俩敢就琢磨了 这皇帝要是 再有哪个妃子生孩子 他在喜欢他怎么办呢 所以后宫里头 但凡哪个妃子宫女怀孕了 逃不脱这二位毒手 谁一怀上来 好给你送五药去 给你喝送药酒去 里头都是毒 想怕给你弄死 有个姓曹的宫女 都怀上来 孩子都生下来了 把这宫女给弄死了 让她上吊 然后把皇子给扔到宫外去 这汉成帝也被迷的 五蜜三道 你说什么我信什么 也不管这个 这当时有句话 叫燕妃来作皇孙 就赵妃燕子 进到宫里来 皇上就觉悟了 没孩子 多让他给作死了 燕子 用这个燕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洛宾王 写讨武赵文 就是讨法武的天 其中有句话 燕作皇孙 知汉作之将近 农历地厚 十五亭之巨衰 什么意思 燕作皇孙 就赵妃燕进宫里来了 你皇上就觉悟了 知汉作之将近 我们就知道啊 汉朝这运气啊 没了 他这意思 也来说女人祸水 贪恋女色 天下没法 可是你看赵妃燕 赵恶德这些了 机关算尽 你最后自个儿不也是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有个男人爱你 倒是好事了 可是呢 你做不成武亲 人生一大遗憾 所以这是心眼耍的 这程度 到最后 自个儿也得算计到理论去 赵妃燕耍心眼 冲其量只是让皇帝无后 并没有达到祸国的程度 可是汉武帝的女人 却因为心胸狭小 争风吃醋 造成了有汉以来的 最大一次宫廷事变 殃及了众多 无辜之人的性命 这种耍心眼的方式 在后宫独占凹头 还有一种耍心眼的方式 为了干掉情敌 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这个咱们得说 汉武帝刘彻的皇后 陈阿娇 就是咱们以前说过金屋苍娇 汉武帝要给他降个金屋子 把你搁里头 这个陈阿娇 他的情敌谁呢 前面咱们也提过 允养魏子夫 陈阿娇为了陷害这魏子夫 把魏子夫他弟弟魏清抓起来 要给杀了 结果魏随 这陈阿娇嫉妒的要命啊 说这等魏子夫把孩子生起来 我就完全失宠了 陈阿娇不能生育 想来想去 他又信方式术实一招 玩什么奇门遁甲 干嘛呢 把魏子夫生辰八字写下来 写在纸上贴好了 扎成两小纸 天天拿着扎着纸 脑袋跟心脏 把你弄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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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感觉是倒霉 他下面有个太监 有天失手打碎了 他一个很漂亮的碗 陈阿娇就要重罚这太监 这太监一害怕 跑到汉武帝那去 干嘛呢 告状 皇上啊 皇后要把我弄死 我跟你说点秘密 什么事 说这皇后天天在后宫里 扎两小纸 搁锅里头争 这差不多个真的 往指尔身杀 那指尔您知道谁吗 就是您宠爱的平阳贵族 把汉武帝去 还有这事 先别吱声啊 等着等着等着 哪天他再来这 我逮他去 那还逮不着 你有准备的 进了宫里一看 他有密件呢 他现在里边正干着事呢 这里头有内线 汉武帝去抓 一抓一个准 一看 前阿娇正在那小只 咬一切齿扎的 人脏俱祸 再一问他 他还抵赖 汉武帝一来气 要你这样的皇后 如何母一天下 一下把他给飞了 他没闹好 结果 这事到这都没做完 汉武帝坐下病根了 谁在后宫 弄这些巫术古术的 他心里不放恶心了 结果汉武帝到晚间的时候呢 感受人跟他告发 说你身边有人咒你 咒你早死 汉武帝接着这事 展开一次大庭仪 冤枉死不少人 后来一调查 纯属子虚无有 这在汉朝历史上 叫乌骨之祸 你看 这根都在天涯礁那 他自个耍心眼 把自个儿弄进去 还害了这么多人 这个耍心眼的方式 多种多样 把自个儿装进去 占绝大多数 你咱下不说 这味尊可乐 他叫洪夫人 这个人呢 是隋朝年间 我们说大隋呢 这个隋阳帝 他虽然有点正绩 但隋阳帝历来 黄银好色 反正他看中了女的 甭管谁吧 一律给弄身边的 他看中他嫂子 他就害他哥 这杨广 隋阳帝杨广啊 他看中了他爸爸 杨坚的老婆 那他也得叫沈良呢 或者叫这个 什么继母之类的 看中了肖飞 也想划了身边 连自个儿 同父一母妹妹 他都不放过 所以太平歌词 有一段那么唱的 说这隋阳帝 杀兄徒嫂马轮离桑 七娘细妹 把刚长二字一旁扔 就说这这个隋阳帝 干坏事 他这华乐的十六个美女 建了一座楼 叫迷楼 意思让我迷这五米三道的 把这十六夫人搁了一头 可是他说 他这荒言无道吧 不少进宫的女的 盼着建皇上的 那个都木鹅帕公部里边说 陆路远听 公车过瘾 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进了宫就没见过皇上 这里边呢 有一位被封为财人的 就我们前面说的侯夫人 长得很漂亮 他很自信 可是由于呢 没有给这个隋阳帝的太监钱 打点 这太监就不推荐 结果他在宫里呢 住这很偏个地方 打进了宫就没见过隋阳帝 你这侯夫人急的 我见不着隋阳帝 我怎么平不清云发达 跟一些老公女啊 这个老妃子请教 怎么能够把皇上弄不了 她注意到我呢 怎么能见着皇上 天天静索 最后他一想 机关算尽 他想着着 他说 我这么的见不着皇上 我趁皇上在宫里 自个做个套 假装死了 没死了 皇上一看我 这么漂亮 宠幸我 这好事不来了 哎 打进主意 他哥白杀做了个扣 把自个儿套上 然后做个小道具 弄个锦囊 里边携两个手 酸不筋的 想念皇上的诗 哎 踹到身边 一记上 掉到房梁上 脑袋一伸 一蹬腿 公主喊 不好了 红夫人死了 上吊了 马上有人禀报隋阳帝 隋阳帝急急匆匆赶来来 这红夫人可以厌弃了 这红夫人可以厌弃了 我说 我说 我说